草屯復工國校學生在師長的帶領下 來到草屯分局參觀 園警除了介紹分局概況 也趁機宣導誤酒後駕車 反詐騙、毒品防治及富有安全的基本概念 培養學童犯罪預防的觀念 拉近警民距離 同時也讓學童穿上警用裝備 體驗警察的日常 因為今天開車門 發生車禍的事故有很多 那一般都是小朋友 小朋友下車 人家騎車 草屯警分局警員林文龍 親切地與學童們互動 宣導兩段式開車門的重要性 這一群學童來自草屯正復工國小 在老師以及家長的帶領下 來到草屯警分局參訪 讓學童認識 嚴肅執法以外的警察生活 今天我們很高興地 帶著一年級的小朋友來到草屯分局這邊 那也非常感謝草屯分局他們熱情的接待以及介紹 那我們帶來的時候 分局這邊由林先生來幫我們介紹販毒 那還有詐騙 防詐騙 以及家暴這方面的知識 那小朋友在聽完林先生的介紹的時候收穫都非常的多 分局的警員在現場解說各項僅用武器以及裝備 學童們對於這些裝備可是相當有興趣並爭相發問 還穿起了防彈衣感受一下警察執法的辛苦 另外分局也宣導了富佑安全 交通安全 反詐騙以及毒品防治等基本法律觀念 讓法治教育向下扎根 同時指導學生學習如何自我保護 我們安排一些警察平常服裝設備器材還有槍彈 供小朋友來認知 然後也用播影片的方式 播影片的方式讓小朋友了解一些詐騙 毒品還有一些交通安全的相關的嘗試 讓他們從小都對這種法治還有交通的觀念有一些認知 然後還參觀了我們的分局的警使室 就是使機室就是放置了我們以前使機資料器材設備 都是很珍貴的差不多三四十年前以前的文物留下來的 供他們來參觀 他們都覺得還蠻新鮮的 然後小朋友在這個部分踴躍的花園 我們有用有獎真打 送小禮物宣導品的方式 讓這些學生小學生他們在一年級 有一些基本的認識 我要進去 我要進去 一個上午的參訪活動讓學童收獲良多 除了將手法的觀念向下扎根拉近了緊密距離 也讓學童懂得在日常生活中若遭遇到危害時該如何即時處置 就真的很特別我們應該以後也不會過來 我才不想玩 對然後我覺得還蠻有意義的 因為這個宣導真的很重要 我們現在實在太散漫了 真的尤其是酒駕對不對 我剛剛看到酒駕我都哭了 我們叫酒駕 對啊你去居留室好玩嗎 你想進去嗎 進去哪裡 居留室啊那個像牢房一樣的東西 對以後可以做壞事嗎 不可以 我們有時候在書本裡面學到的 聽到的聽老師講的都不一定親身來體驗來的深刻 讓我們的小朋友在他參觀直接參觀分局這邊的設施的時候 他們的收穫是最直接的 就是所謂的言教和聲教還有禁教一起結合 學校有什麼需要可以跟我們警察局的護幼隊啊 還是我們相關的警察的單位來聯絡 他們都會樂於給你協助來宣導 然後就對防治詐騙 防治毒品 暴力犯罪的部分 對盡最大的一個心力來得到最好的效果 草屯警分局藉由參訪活動 宣導犯罪預防基本常識 透過有獎偵達吸引學童的注意 以達到寓教餘樂的效果 另外除了參訪體驗之外 陷阱局富裕隊也深入學校以及社區 宣導法制觀念 在警方、學校以及社區的努力下 為縣民營造出更祥和安定的生活環境